在东部两大强队的对决中,多伦多猛龙队113比101击败了凯尔特人队,莱奥纳德这一战打出了高水准,全场比赛看下了31分10篮板三助攻的出色数据, 另一位前马次队球员丹尼格连延续了良好的投篮手感,此一三分球七投四中,得到了14分5篮板三助攻,莱奥纳德和丹尼格连在今年夏天关于德马尔德罗赛的交易中被送到了猛龙队,马次队做出这笔交易是迫不得已的决定,莱奥纳德当时与马次队的关系已经不可修复,新赛季的前两战,莱奥纳德场均能够贡献, 27.5分,11.5篮板,2.5助攻,完全就是MVP级别的水准,当尼格连在赛季的前两战中场均能够贡献,是2.5分5.0篮板,1.5抢段,1.5盖帽,表现同样是非常出色, 最关键的是,格连在这两场比赛中,已经重新找回,和自己当年神射手的水准,两场比赛出手了14次3分,命中了其中的7次,命中率高达50%,要知道,格连上赛季在马次队三分球命中率仅有36.3%, 最为关键的是,格连和莱奥纳德给猛龙队的防守,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面对凯尔特人队这样的顶级强队的比赛中,格连和莱奥纳德多次上演精彩的防守,甚至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上演双轨开门, 联手送给了杰森塔图姆一记真身大帽,塔图姆是如今NBA的当红炸子鸡,他在这一阵雨来,昂纳德和格连轮番对位,结果塔图姆次以16次出手,仅有6次命中,得到了16分,命中率仅有37.5% 最为关键的是,塔图姆的眼防之下,出现了多达5次失误,表现非常糟糕,比赛的最后时刻,莱奥纳德现场球迷的莱奥纳德,走上发球现时高呼MVP,这也是他们对莱奥纳德表现的最大肯定 新赛季,莱奥纳德很可能会带领猛龙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甚至很有可能会在明年夏天与猛龙队签下一只长约 如今看来,马次队在肩下那比较易中,可谓是亏得血本无归,既损失了MVP级别的当家球星莱奥纳德,又折损了具备出色三万球能力的顶级防守者丹尼格林 但客观而言,这已经是马次队当时能够做出的最佳决定,或许,这比较易会改变马次队的命运